對我們來講很重要 然後我們希望在一個很安全的環境下 然後不管是我們或是以後我們的後代 然後 基本上我覺得是反核四啦 是反核四 不好意思 主要是還是跟就是鬥島他們一樣 就是覺得它是一台不需要用車的概念 我覺得如果說真的要 新建核四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要讓大家知道它所有的 從工程規劃然後一直到建造過程 我覺得一定要讓大家安心 可是如果沒有辦法讓大家安心的話 我覺得我們還是 當然是以保護我們自己的環境為主 小天是說她自己是一個人 都應該為台灣的下一代的子孫著想 那你們也是會當孫著下一代孫著想嗎 當然啊當然 而且家裡面 我家裡面也有很多小表妹 然後 周遭朋友也有很多懷孕有小孩的 所以我覺得說 這件事情是我們沒有辦法忽視的課題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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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圈內的朋友或是圈外的朋友 大家可以一起來共商選舉 我覺得環境境分析是一件很好的事 很有意義的事情 對 你應該合適的公投嗎 好 小心 其實我覺得公投的部分 嗯 我覺得是贊成的 你一定會去投票嗎 如果做公投嗎 對 而且今天其實不只是我們啊 還有我一些其他的朋友 其實都在現場 所以是大家一請朋友 是算是舊團來參加這個遊行活動的 對 你常會跟肖天 就是討論這相關的事情嗎 會稍微聊 可是 我覺得因為我們的 共同朋友很多 所以 當然是不只是我們兩個聊啦 我們也是會 互相的 從朋友跟朋友一起聚集的時候 才在討論這個話題 嗯 所以你自己平常也會自己上網 跟 還有其他朋友就是 就是聊 互相的整個事情 嗯 會有時候朋友轉席的時候會按個讚啊 或者說我也要去參加啊 什麼就是 呃 呃 因為我其實真的是覺得這件事情 是一個蠻有意義的活動啦 對 這樣你覺得就是這一次 就是 互相的問題是從哪個環節開始出不去 就是會讓你們覺得說 你們今天一定要去嗎 對我們要跟學長講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說 呃 要讓人民安心 其實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 一個點 就是因為現在大家為什麼會反 其實是因為大家 怕自己的環境不安全 那如果沒有辦法讓人民放心的話 我覺得我們就應該站出來 就是 也許他可以給我們一個更安全的環境 嗯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辛苦了